行政院长苏贞昌早上到台北港试查货物通关流程 说明如何积查走私肉制品 前一天才到养猪场试查的苏院长下令严格查查 说自己多么用心改变方法力拼围堵非洲猪瘟 苏贞昌这回收起以往的大炮性格 讲了好久就是要肯定检疫人员 点名部会长官们要给同人最大支持 难道是想警告他们千万别让基层反弹吗 毕竟朱恩这官一定要好好守住 但第一线重重重却遭质疑 走私漏洞可能还有这 有立委发现只要在网络的电商平台上 搜寻越南肉肝就会出现相关的产品 实际试试看 的确找得到越南牛肉肝 看得到这个越南的品牌的肉肝 它这个部分的产地跟标签 它是写这个台湾 网络上轻易买得到外包装有越南文的肉肝 邱成远担心万一产地标示不实 或是牛肉混着猪肉 可能会成为非洲猪瘟的破口 要地方政府不要只去查越南小吃店 中央更要拿出态度 只要有可能走私 或有可能有涉及非洲猪瘟的肉制品 我们都不忘过 不破网洞起来苏贞昌不敢马虎 加油 好 那接下 TVBS新闻花哨品李怡婷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